三课 那今天我们要进到第三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二节 第三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 好 我们首先一起来读 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 好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十三到十六节 来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 有谁害你们呢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 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吓 也不要惊慌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存着无亏的良心 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就在何事上 可以叫那侮赖你们 我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 好 那这个我们首先就来看第十三节 好 在上一次我们所看到的上一次上课 我们就提到了这个彼得在这卷书里面告诉我们 除了除了这个公民要顺从政府 仆人要顺服主人之外 做妻子的也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所以呢 这个刘牧师就提出了圣经里面的姐妹优秀论 所以希望大家姐妹把姐妹优秀论牢牢记住 那弟兄更要记住 所以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 弟兄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做丈夫的要妻子顺服 很简单 只要你做任何的决定 征得妻子的同意 征得妻子的同意 不可以大主大仪 大主大仪 做决定 然后一定要要求他来顺服 那只要我们能够征得妻子的同意 他同意了 那当然我们所做的决定 他会顺服 好了 那么 再来他后面就告诉我们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应该如何 好 那所以未易受逼迫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这个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未易受逼迫 不用担心 我们坚持在正义的那一方 那么上帝要眷顾我们 好 那第十三节开始 他马上就说 如果你们若是热心行善 有谁害你们呢 你们就是未易受苦 也是有福的 好 这个热心 这个热心呢 他的希腊文 等一下 我们有一个弟兄 他可能要进来 进不来 好 OK 我这边用Google Meet 所以有 好 这样子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好 来 好 这个呢 这个热心 在希腊文里面呢 是Zelotes Zelotes呢 他是爱国者 爱国者 然后呢 狂热分子 那那个像在英文是 Patriot 就是一个爱国者 那是非常强烈的 但是呢 他也可以把它翻译成 愤锐党徒 就是激进者 就是那个很多的观点 意识形态是走在最左边的 最左边的 这个就好像在台湾 你主张台湾独立 可能就是左派 主张统一 可能就是右派 那有的人是温和左派 温和左派说 台湾独立可以用中华民国也OK 反正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但是另外一个呢 极左可能就是 中华民国这件衣服一定要脱掉 一定要做台湾共和国 有没有 好 那么右派呢 右派就是捍卫中华民国 但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 极右派呢 就是我们要回归中国 然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 有没有 所以我们在那个 在那个叫做 政治态度的光谱上面 有极右 有右派 有左派 有极左 那么爱国者呢 这群人他们就是极左派 是奋锐党徒 原来是犹太人里面最狂热的 那么所以以推翻罗马政府为执志 耶稣基督的门徒有没有 有一个就叫做奋锐党的西门 有两个西门 一个叫彼得西门 一个叫奋锐党的西门 这两个人的态度是不同的 那特别叫奋锐党 也就是说 他对耶稣基督的形象 是他能够什么样 在水面上行走 他能够把水变成酒 他能够让瞎眼的看见 能够让死人复活 那么这样以后我们就去打罗 打罗马人死了 他就让我们复活 有没有 那他能够让五千人吃饱 我们连那个什么大军先行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对不对 我们连粮草都没有了 时间到五个兵两个鱼 千军万马 全部都吃饱了 那这样很快就可以推翻 罗马政府建立独立的国家 所以其实他是抱持着 这样子的心态 来追随耶稣 那么奋锐党人士 其实是一些狂热的爱国者 他们誓死牺牲 不惜以任何手段达到国家 重获自由的崇高目标 他们誓死如归 不惜舍弃家园亲友 而为国家可以充容就义 所以彼得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 说你们应当狂热 应该以狂热的爱国分子 那一股爱国之情 来热爱行善 如果你们有这种爱国志士般的热心 来行善 又有谁会危害你们呢 好 所以呢 他的核心在哪里 核心在行善 那怎么样行善呢 就是热心来行善 所以我们蒙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被上帝呼召 因着他儿子的缘故 成为上帝的儿女 那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在世上行善 行善 拥有好的形象 那为基督做见证 让人把荣耀归给上帝 好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 努力认真的去行善 那这句话 这句话表示行善的人 其实有一种看不见的权威 使人能够折服在他的权威之下 一个人是行善或行恶 他是真善还是伪善 人们的良心是明白的 即使那些按着外表随从多数人 来反对行善者的人 在他们的良心中 仍然知道谁是真正的行善者 这个在过去我小时候看到的 所谓的蒋介石的军队 跟日本的军队在那边打 对不对 什么梅花 什么阴烈千秋 有没有 那些影片都会有一个桥段 就是中国军跟日本军在打 日本军千军万马 中国军很少 对不对 但是两边打打打打打打到 剩下一个中国军 一个而已 但是他就一个人又杀了十几个 二十几个 然后最后终于在很多 这个什么 这个日本军的那个围攻之下 碰碰碰碰碰碰 然后全身被打穿了 最后他还站在那边不动 宁可宁死不屈 有没有 然后最后呢 日本人 一群日本军向他鞠躬 有没有 向他鞠躬 就是像这种很有骨气的敌人 我看得起你 我瞧得起你 我尊敬你 这个呢 我就让我想到我到新加坡去 曾经我碰到 我又一次去演讲 然后碰到几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大学的那个博士班学生 跟硕士班学生 而他们的共同特色 都是万恶的共匪 他们去那边读硕士班 博士班嘛 而那个时候是马英九执政的 2010年 11年了 那后来结束之后呢 就会跟 我是台湾来的嘛 就会跟我聊一聊 谈一谈啊 说哎呀 老师 我们真的对台湾很向往 我们从小就知道 台湾是祖国的宝岛 然后呢 我们很想到 到台湾去看一看 我说欢迎欢迎 不过我要先跟你们讲 我的立场 是台湾中国 一边一国的 好了 然后再来呢 后来 聊一聊聊一聊之后 我就问他们 哎 你们 你们 你们是高级知识分子 你们跟一般百姓不一样 你们对 马英九跟陈水扁的看法怎么样 然后他们就谈啊谈啊谈 有一个博士班学生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讨厌陈水扁 但是我们尊敬他 我们喜欢马英九 但瞧不起他 对不对 因为陈水扁敢跟中国对抗 他说我们讨厌他 因为台独台独 他们对于台独 还是很深的 反正就是不可以就对了 我们觉得因为统一是祖国的大业 他们这样认为 所以他们觉得阿扁 我们讨厌他 但是尊敬他 因为他敢对抗 他敢玩什么烽火外交 找你的麻烦这样 但是他们喜欢马英九 可是瞧不起他 因为他没有膝盖 或者是太软了 告诉他该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这是一个 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书的 一个博士班学生告诉我们的 其实事实上 如果我们是个行善者 即使反对我们的人 也不能在我们的善行上 有所挑剔 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 告诉基督徒说 你们顺从政府 你们依照当政府的所作所为 或者是政府的要求 没有违反真理的情况之下 你们就顺从 而且努力去行善 那么即使反对你的人 他也会尊敬你 他可能 他虽然还是会抓你 但是至少他在某种情况下 他是尊敬你的 好 那这个就连结到 彼得呢 可能就想到 耶稣基督在八福里面提到了 提到什么呢 他说 他说 位义受逼迫的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的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我想这段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十到十二节 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被称为天国宪章 被称为天国宪章 如果十条诫命 被认定为整个旧约的核心 那么新约的核心就是什么 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 因为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一节 耶稣上了山 到第八节耶稣下山 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编辑里面 特别在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的编辑里面 他把耶稣描绘成第二个摩西 第二个摩西 所以他要让所有的犹太人知道 传统的权威是摩西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权威出来 那个叫耶稣 那摩西上山领受十戒 那耶稣也是上山颁布新的律法 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就不断的 第五章第六章就不断的提到 你们听见以前的律法是说 不可以杀人 只是我告诉你 不可以对弟兄怀怨 不可以骂弟兄 是拉家是魔力 对不对 以前的话说不可以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看见父女就动淫念的 已经犯奸淫了 以前的话说 你们如果向上帝启示的话 你们就要守住那个誓约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 你们不可以指着天启示 不可以指着地启示 都不可以 所以耶稣基督 对应于之前的律法 做出了一个新的解释 新的诠释 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第六章第七章 就是一个天国宪章 之前是旧的约的内文 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上帝 不可谓自己雕刻 像一到十戒 然后到最后 马太福音的五六七 就是似乎是 他颁布新的律法 所以他又强调 你们的义若不胜过 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那这个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就是事就是 不是就不是 所以你欠债应该怎么样 还钱 对不对 你打我 我打回去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这个是什么 这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然后他们这样做 对不对 对 但是呢 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就是要对 在对之上 再加上个东西 就是要好 好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虽然欠我钱 可是不用还 这个就是好 有没有 你虽然什么 你虽然那个咒诅我 但是呢 我咒诅回去 这个叫以牙还牙 但是我祝福你 这个叫做好 你得罪我 我饶恕你 这个叫做好 所以你得罪我 我也得罪你 那是刚好还来还去 这是义 这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他们做的是对的事 有人对他们不好 他们还回去 这是对的 以牙还牙 眼还眼 但是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就是我们以我们的善 去对应别人的恶 那么因此这样子的人 可能会在善事上面受苦 好 所以呢 这边也让我们晓得说 每逢我们受苦的时候 也应该先问自己 是不是为义而受苦 往往有的时候 就是我们所受的苦 多过上帝给我们的 为什么 而那些多受的苦 其实是因为自己的软弱招来的 我们台湾叫做 你自己做得来 对不对 你自己做得来 所以你考试考不好 你能不能说 哦 这是神的旨意 最近流行的是 这是我这次考 没有及格 那是神的命定 你自己不用功 还牵托上帝 对不对 你自己不用功 不努力 然后还说 哦 这是上帝给我的分数 当然是上帝给你的分数 是依照你用功的程度给你的 如果你更用功 他就给你更高的分数 不是吗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受苦 是因为自己的罪 所以这个地方说 自己的软弱 经常就是自己的罪 因为我犯罪了 因为我们的罪性出来 我们有严重的罪行 以至于因着罪行 而回来的什么 而回来的这一些苦 这些苦不能把它算在上帝身上 不能说 这是上帝让我受这个苦 这个苦 你要知道 这边所强调的是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什么 的苦 是因为我身为基督徒 可能别人 因着我是基督徒 而责备我 而陷害我 或者是而误解我 或者是因为说 他看不惯基督徒的这些言行 见不得别人好 所以他就逼迫 可能是这样 所以我们为义受逼迫 所以他接下来就讲 所以如果你们为义受逼迫 也是有福的 那这句话是根据前面说 你们若是行善 有谁害你们呢 退一步来讲 就是说 纵使热心行善 仍然有人要加害你 你也是有福的 因为肉身虽然受到损害 但是在永世之中 必得到主的赏赐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 跟了解 那接下来他又讲 不要怕人的威吓 也不要金黄 那么圣经是说 你们不要怕人的威吓 也不要金黄 那个的威吓 或者是做所怕的 你不要怕那个所怕的 所以他其实是两个怕字 所以这个怕这个字 跟什么 威吓 其实同样都是怕这个字 好 他说威吓呢 威吓他的字是forbale forbale其实有几个意思 1.惧怕 2.敬畏 3.敬虔 这三个字都可以用forbale 都可以用forbale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马上看到 因为在同时在这个地方 就是有这个什么 这个字就出现了 好像是第二章的 第二章的17节 第二章的17节说 勿要尊敬众人 亲爱教宗的弟兄 敬畏神 这个敬畏用的就是forbale forbale 那这个forbale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翻成敬畏 那你要用温柔敬畏的心 回答个人 也是用forbale 但是呢 他的字应该 他的中文字 因为这个字有好几种意思 听好 第一个叫惧怕 第二个叫敬畏 第三个叫敬虔 敬虔 好 所以你要看 他是在什么样子的脉络里面 好 所以这个就是威吓的意思 怕的意思 不要怕人的威吓 不要怕人的怕 就是你怕的东西 你会怕的东西 你不要去怕它 那也不要惊慌 那惊慌呢 tarasso tarasso是摇晃的意思 那个搅动啊 摇晃 好 那么这一句话 他的原始是根据哪里 根据以赛亚书第八章12到13节 他说 这百姓说 同谋背叛 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 他们所怕的 他们不要怕 也不要畏惧 但要尊万君之 耶和华为圣 以他为你们 所当怕的 所当畏惧的 下面意思 该怕的你不怕 不必怕的你才怕 有没有 这就是这个意思 基督徒应该怕谁 应该敬畏上帝 惧怕上帝 对不对 我们应该 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是惧怕上帝 因为有 后面会讲 有一天要在他面前交账的 我们所行的一切 要在他面前交账 那他是一位审判 活人跟死人的主 所以我们要记得 要面对的是 那一位有一天 要我们交账的那位主 我们真正要怕的是那个 而不是现在这个 而不是现在这个 这个人对我们不好 或者是政府 有什么样的政策 使我们受害 使我们不方便等等 所以这些是不要怕 所以他这边讲说 他们所怕的 你们不要怕 也不要畏惧 但要尊万君之耶和华为圣 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 所当畏惧的 好 所以既然是为义受害 那当然不必怕人 因为人的逼迫 至多不过使我们今生受亏损 但是主的话 但是呢 主的话使我们知道 今日 今生今世 为主所受的损失 将使我们获得更大的收获 更大的收获 所以这一段 以赛亚书的经文 告诉我们说 应当畏惧的对象 是万君之耶和华 所以当彼得 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 然后那个谁 这个彼得引用的时候 他就改成 只要心里 尊主基督为圣 那前面是说什么 是前面 以赛亚书是说 但要尊万君之耶和华为圣 所以他把万君之耶和华 用主基督把他替换过去 所以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那尊敬主的意思 就是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所以我们的言谈举止 都必须合乎他的心意 讨他的喜悦 并使他得荣耀 这是我们面对这一位基督 应该有的态度 所以基督应该主宰 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范畴 包括我们的财产 我们的职业 我们的收藏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闲暇 无意不包 所以当我在教会里面 带青少年的时候 我很在意一个指标 那个指标就是 到底我们现在的青少年 受信仰的影响比较大 还是受世俗文化的影响比较大 像我们有一个孩子 他的偶像叫五百 五百的所有的CD 他都去买 都去买 也有五百的海报 所以前小时间听的都是五百 都是五百 有一次在青少年聚会 我就问他说 某某人 是信耶稣得永生 还是信五百得永生 他竟然不太敢回答我 是耶稣为你钉上十字架 还是五百为你钉十字架 再来最后就是说 万一如果最好的情况 你左手有五百 右手有耶稣 如果有一个处境是 五百跟耶稣 只能选一个 那你要选哪一个 懂吗 后来我说上帝为了你 舍弃了他独生的儿子 那你愿不愿意为了他 舍弃五百 当然这个很难 不过就是要去挑战他 因为对他而言 这个是对他可能在苦闷的学业之外 一个非常重要的寄托 只是我们会发现说 青少年只要他心灵的核心 跟寄托不是这个信仰 不是耶稣基督 那么就会主宰着 那他就会被世俗所主宰 你不要以为人是独立的 如果不是上帝做我们的主 这个就是世界做我们的主 不是基督做我们的主 就是魔鬼做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一定是被影响的 那是当我们说我不被基督影响 但是我自己做决定 对不起 当你不受基督影响 不受基督管辖 你的心灵就被这个世界抓去 就被魔鬼抓去了 好那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青少年 如果有一天他读到了大学 他大学毕业工作 交女朋友 他会不会在意说 我要交一个女朋友 一定得是基督徒 或者是那个姐妹 当他长大了 他要交一个男朋友 那是不是他会在意说 这个男朋友要不要跟他 有相同的信仰 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牧养教会 以我牧师的角度来说 好像我在跟世界拔河 我们的信徒就像这根绳子 然后魔鬼在另外一端 那我们在这一端 有的时候被他拔过去 有的时候拔过来 然后我们希望说把他拉过来 如果耶稣基督真的做我们的主 那么今天我花钱 我就得花在刀口上 那我的职业 我在做这个工作 我这个工作 我是探价探价 我像我当一个老师 我可以 我可不可以探价 也可以啊 有客来上 没客走人 该尽所有的义务 学生出问题 反正没关系 别人的孩子 死不掉 那别人家的小孩 我只负责传道授业解惑 你没犯事跟我有关吗 对不对 你出了车祸 那你自己去处理啊 难道你家里没大人吗 你爸爸妈妈不管你 或者怎么样 我当老师还得管到你那边去 如果今天就是 我是来这边混口饭吃的 那这样子的话 这也是个工作 我一样可以领这么多钱 但是我非常关心学生 甚至于跑去家庭访问 跑去跟他爸爸妈妈谈 有时候发现一些父母亲 在教育孩子上面 叫做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我曾经去到一个家庭 跟他讲 我是他的老师的时候 那个家长差一点要给我跪 你知道吗 差一点要跪 在我面前跪 因为他们的孩子 是完全不听他的话 还会听老师的话 但是已经完全不听他的话 然后他的父母亲 希望我能够救他的孩子 大学已经没有在教授 在家庭访问了 不过我这个教授还有 因为我把我自己当牧师 我把他们当我的羊 我的羊如果不乖 我当然要到他家 去看看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都不来上课 都不来上课 也许他要去打工 也许他还要养他的家 养他家人好几个 要靠他养 所以我不能因为说 他不来上课 我就严厉责备他 就骂他 你要不要来上课 干脆退学算了 可是 我们要进到他的难处里面去 有一些学生 我是家庭访问之后 我才发现 他们的家是如此的困难 甚至于 我之前有一个家长是 我不只是拿钱给学生 我还拿钱给家长 一万两万这样拿给他的家长 帮助他来解决他们家的问题 所以我做一个教授 要不要十一奉献 要 可是我的十一奉献就放在这里 我不会放在这个教会 那个教会 那我就把它放在这些孩子 或者是他们的家庭上面 所以 如果今天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宰 我们生命所做的每一样决定 那都一定跟这个有关 这个叫心里 尊主基督为圣 甚至于有一天 在基督跟我的生命中间 做抉择 我要放弃万事 当作奋斗 为要得着基督 包括我的生命 也可以舍去 好 再来呢 我们就看到说 继约翰之后 担任以弗所教会的监督 叫做波旅甲 波旅甲 那当他 当他这个八十多岁的时候 有一天终于被 被罗马政府逮捕了 他们 罗马政府要求他 只要你肯亵渎基督 我就 你就可以得到释放 他说我服侍了基督八十六年 他从来没有亏待我 我起 我又岂能 亵渎我的王 我的救主呢 罗马总督恐吓他 要把他交给猛兽时 他回答说 能够利落地脱离这痛苦的人生 却是件好事 那最后执政者 恐吓要把他活活地烧死的时候 那波旅甲又说 这焚烧一时的火 不足为惧 你可知道 那永远不灭的火 是何等的可怕 那么在教会历史 其他的地方 也提到他就 甚至于波旅甲 还向那些野兽呼喊 你们来吧 你们来吧 撕裂我的身体 我愿用我破碎的身体 无畏持字架上的基督 做见证 反正就是 当然 也使在写这些的时候 会加油天助 会加油天助 那么但是呢 不过 至最后 波旅甲在这个时刻 他就为主殉道 他算是在 第二世纪的殉道者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看到说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 有谁害你们呢 该怕的是 坐在宝座上的主 那我们应该 尊主为大 尊主为圣 那其他的 我们其实不应该 不需要去害怕 好那么第十五节的后面 第十五节的后半 他就告诉我们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这意思是说 奇怪呢 你们为什么不怕 大家都像梭头为乌龟 那你们为什么还老神在在 你们明明知道信耶稣就死路一条 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呢 还要去信呢 对不对 那这个都是 所以我一再 我教保罗书信 我都会在这个地方讲到说 初代教会 之所以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传下来 是因为有太多的殉道士 他们死的量太大了 大量的死 让罗马人为之动容 觉得到底信耶稣有什么好 然后使得他们愿意 为了信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 他们连命 信耶稣可以信到 连命都不要 那我们就要去问 到底这个耶稣有什么好 所以其实 罗马的知识分子 罗马人都自以为 他们拥有高贵的文化 他们有高贵的文明 所以他们认为 里面他们的优越感 那种优越感是从内到外的 所以他们无法理解 为什么明明你们都知道 信耶稣必死无疑 为什么要去信 所以他们的疑惑就是 基督教里面一定有什么 是我们不知道的 基督教里面一定深藏 已经潜藏的一些奥秘 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 那到底这个奥秘是什么 是什么 所以后来他们一步一步的 终于最后呢 这位上帝透过许许多多殉道者的鲜血跟生命 最后终于让整个罗马帝国翻过来 成为基督教国家 好那么接下来就说 有人问这是假定的话 暗示信徒美好的生活见证 一定会引起外人发问 那倒不是说 哇 你们的信仰好美 哇 请问你们都赚很多钱 哇 你们基督教都是豪宅 你知道吗 我有一次到撒劳月去讲道 撒劳月 古静 司乌 司乌 古静那边去讲道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那边的教会 就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古静 富有的人 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基督徒 富有的都是华人 而那些华人富有的人 几乎都是基督徒 所以他说我们在这边传福音 有没有 你只要把那几个什么 那几个 我们这边屏东首富任首存 他就是基督徒 对不对 第二有钱的叫南格正 也是基督徒 还有一个曾经文 第三有钱的 也是基督徒 大家全部怎么样 眼睛为之一亮 原来这些都是基督徒 当然他们 我去到那边 他们在地的那些 教会的领袖接待我 当然是让我住很好的地方 然后吃很好的 住很好的 不过我也觉得 如果你能够这样子 面对一些世俗的人 用世俗所能够理解的 方式或者是他们的价值观 去传福音也不坏啦 但是总是用这样去吸引人 似乎是不太对的 不是说把这 第一有钱 第二有钱 第三有钱的人 高举起来 就吸引大家 圣经上说要高举的是谁 耶稣啊 要把耶稣高举起来 不然的话这群人 这些有钱人 原来我们这个城市 最富有的这几个人 都是基督徒哦 哦那他也要来信耶稣 他也希望挤身 有钱人的行列 但是问题是 基督教信仰 就不是一个 当你信了之后 可以很有钱的信仰啊 不是吗 好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说 这个这种哦 有人问你们 心中盼望的缘由 更好讲是说 你们为什么不怕死 你们怎么不怕死啦 你们为什么明知山有虎 还那个偏向虎山行 然后呢 你们为什么 面对那些基督徒 他们面对猛兽 要来攻击他们 面对烈火即将烧死他们 仍然在那边唱诗歌 仍然 他们的内心 似乎充满了盼望 好 所以就会引人的兴趣 跟引人的疑惑 好那信徒过着 敬天尊主为圣的生活 或是在苦难中满有喜乐 受人恐吓而不惧怕 被人咒骂反而祝福 这种生活是具有吸引力的 会引起那些围绕着我们的人 来发问 好那如果有人问呢 你们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好基本上 这个是应用在基督徒 因为信仰而受逼迫的时候 当基督徒因为我的信仰而受逼迫的时候 这个原则就用上了 那信徒体会有主基督的同在 他们就有从上帝而来的胆量 当你拥有基督的同在就有从上帝而来的胆量 引导他们做美好的见证 在这个充满敌视跟疑惑的世界里 这个在第三页的上面 有没有 第三页的上面 来现在已经拿到那个讲义了 速度也蛮快的 好来那在第三页的上面 最上面 在这个充满敌视跟疑惑的世界里 基督徒要常为所信的来辩护 那对于基督徒的辩护 彼得提出了几个意见 好所以呢 你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 回答个人 首先第一个要合理 必须合理 基督徒是为道而辩护的 而道就是他所持信仰的合理解释 因为在希腊的世界里面 他们非常理性 非常理性 你必须要能够以礼服人 所以你必须言之有物 言之成礼 那你要讲的有道理 他觉得有道理 他就会相信你 好所以呢 就是你要跟这些有学问的希腊人 来讨论 那么或者是受希腊化 教育跟文化所影响的人 那那个什么 的人 那你就要用很理性的态度去面对他 有学问的希腊人都相信 聪明的人必须要能为自己本身的行动跟信仰 给予合理的解释 有没有 所以礼拜六要投公投了 对不对 不管你要投同意或不同意 你的同意必须说服你自己 或是不同意必须说服你自己 对那有一天 你就必须为你所做的决定付上代价 付上代价 那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我相信 而他不相信 有一天 我为我的相信付上代价 他也为他的不相信付上代价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信仰 在这个时代 他是一种告白 是一种告白 如此我信 如此我行 我这样相信 所以我就这样子去行 我相信人死后有审判 所以我现在要谨慎自首 进行祷告 我相信有一天我要面对上帝 我要在他面前交账 因此我的账本上面 每一个项目科目都要清清楚楚 不能有那个不清不楚的一笔烂账 那有人如果相信说人死如灯灭 那他就花开堪则直虚则 莫待无花空则之 然后呢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什么 今朝有酒今朝醉 这样子 他就用这种方式 及时行乐来过他的人生 那你可以选择过这样的人生 那我选择过另外一种人生 我依照我所相信的来行动 第二个呢叫做 你必须温柔 Protest Protest就是说温柔 许多人以一种不可一世 傲不可当的态度来维护信仰 这是不价当的 我们必须用天和 满有爱心的态度 来推荐基督教 同时必须了解到自身的有限 要使人归信基督最好的方法 乃是不断的以好言相劝 那蛮横的强辩 只会使人 见基督教 则回避之 很简单 温和跟堕堕逼人 其实温和的力量 胜过堕堕逼人的力量 所以呢 也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Protest就是一种谦逊 一种和蔼 一种温和 用这种温和的态度 来那第三个呢叫做敬虔 诶这个敬虔的英文是什么 这个英文是reverence reverence 像刘青虔牧师 就是rev一点 刘青虔 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是 reverent 刘 其实基本上说 刘牧师 reverent跟pastor pastor一般是传道 reverent叫做牧师 那事实上reverent也不叫牧师 他只是什么 尊敬的 因为你是牧师 所以呢 他就说 你是值得尊敬的 reverent 以至于到最后现在 任何人像我的名片上面 英文版的名片 刘青虔 那就是rev 一点 然后刘青虔 那只要你是rev 我们就知道 你是一个案例过的牧师 那如果你没有案例 那就是pastor 就是pastor 但是其实不一定 现在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你叫pastor 人家也都叫你牧师了 都知道说pastor 就是李牧师 pastor 林 就是林牧师 好 那这个reverent是敬虔 可是 他的希腊原文是什么 for bail 他跟二章十七节 三章十四节 用同一个字 但是不宜翻为敬畏 如果你翻成敬畏 他的对象是上帝 翻为惧怕 那个对象是仇敌 那你这个地方翻译成敬虔 就是用一个天卑的心 一个敬虔的心 敬虔的心 我是很认真在跟你讲的 我不是跟你唬烂的 我是非常严肃 非常认真的 在跟你讨论我的信仰 因为我对我的信仰 不是马马虎虎的 这是指基督徒在 为真道辩解的时候 辩护的时候 语气必须柔和 使上帝也可用 喜乐的心来聆听 神学上的争辩 很容易让人大动肝火 宗教见解的差异 最容易让双方产生敌视 所以无论在介绍基督教 或者为真道辩解的时候 我们必须以爱心来进行 所以这个敬畏 应该把它翻成敬虔 然而后面基督徒的生活 其实才是最佳的辩护 让我们的行为能 让我们的行为能无亏于良心 能以无瑕跟清高的生活 来面对批评 这种行动就必能堵塞流言跟无稽的批评 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讲 这个也不知道是谁讲的 有一句话是说所谓圣人是谁 圣人就是他的生活 能令他人更容易相信上帝的人 这个就叫圣人 圣人不是说 他有一副很敬虔的外貌 那不叫圣人 有些时候画虎不成反类权 但是真正的圣人是 他有一个生活 让人在他的生活上找不到缺点 所以应该以保罗神学来讲 就是这个人的生活无可指责 无可指责 所以这个保罗 这个什么 彼得在这边呢 就说 你们我防个无亏的良心 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在何事上就叫那些人自觉羞愧 而你们有好的品性 那么存着无亏的良心就是 保持清白 无愧 纯洁的良心 其实这个无亏是什么意思呢 无亏是agathos agathos就是优质的 有价值的 而良心呢 就是一种意识 你的意识 必须保持是一个优质的意识 有价值的意识 而那个意识呢 同时也是一种自觉 一种自觉 consciousness conscious 良心 或者是一种觉悟 一种自觉 我自己觉得 这件事是不可以做的 我自己觉得 这个话是不该讲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当话讲出去 我们就知道我们说错话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 那是圣灵提醒我们 或者是我们良心发现 就是当他原来在做这件事 说这个话 他没有意识 可是现在他突然意识到 我这样讲是错的 那样讲是 那样做是错的 所以他告诉我们 存着无亏的良心 就是在我们里面 拥有一个什么 拥有一个那个 这个优质的 有价值的 清洁的 纯洁的一种意识 一种自我的觉察 自我觉知 这是上帝希望 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人 所拥有的一面明镜 可以借此看清上帝 存着强调 持守保存的意思 存着这样的良心 就是持守保持着 一个优质 有价值的 清白的 无愧的一种意识 良心 叫你们在和事上被毁谤 彼得记得主耶稣 警告门徒说 有人会因我 捏造各样的坏话 诽谤你们 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 就讲了 请问在彼拉多的 审判台前 他们有没有捏造 很多谎言来 指控耶稣 有啊 指控他 他煽动百姓啊 他叫到人家 不要纳税啊 对不对 这些都是什么 这个就是 抹黑啦 抹黑啦 所以呢 耶稣早就 两千年前就被抹黑啦 今天你抹黑 有没有 是刚好而已 不是吗 想被抹黑 想常常看 抹黑是什么感觉吗 你就出来选举啊 你要 你出来选举 你即使选代表 你即使选最低的 叫做村长 有没有 当然护长 你们家的护长 是选的吗 我最近才当上护长 你知道吗 最近我看到我那个 我是护长耶 结婚那么多年 终于做到护长 最近是让我又觉得 好像有点苦尽甘来的感觉 终于做到了护长 但是也不是选的 好啦 不过呢 你选村长 只要有人跟你一起 争这个位置 他可能就会造谣 他可能就会抹黑 其实这都是正常的 正常的 所以呢 像说在学校 我最近就跟几个老师说 现在每合谁最大 我最大 我就跟他们讲 我就大胆的说 每合我最大 我不是校长 但是呢 我什么长都不做 我什么都不做 我最大 你听懂我的意思 对不对 我什么都不做 所以你们想做的人 就要来跟我怎么样 要拉拢我 拉拢我 我就变成VIP Very Important Person 但是如果我也想做 我就自动有一些人 就成为我的敌人 然后他们就会在外面 怎么样 在外围 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然后其实莫须有的话 你想辩解 又无法为自己辩解的 某些话 这个世界是很黑暗的 水呢 是很深的 但是当我不想做 我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呢 我不会跟你们 争这些位置 你们爱争 你们就去争的时候 大家都想拉拢你了 所以其实我们到底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抱持着什么心态 如果你真的想要 一争天秋 一争长短 一比一较高下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你就得受制于 许许多多的 什么的现实状况 你看看最近要出来选举的人 他们不是要到处败票吗 他们看到人都会做什么事 鞠躬 然后握手 鞠躬握手 鞠躬握手 他们就是为了那一张票 一定得做这种事 那我们不为五斗米折腰 对不对 我们要鞠躬 是向上帝鞠躬的 好 那么但是呢 但是当他要你的票 他就得对你弯腰 是不是 他有求于你 他就得为你卑下 所以当我们想要得到这世界的荣华富贵 你就得向世界鞠躬 这就是很直接的 但是我今天 我的心面对这位上帝 我就不必对这个世界哈谣 所以圣经跟我们讲 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好所以呢 这边就讲到说 像这种坏话 要因各种方式 要捏造各样的坏话 耶稣已经有了 所以他也告诉 所以呢 这个谁 这个彼得就说 哎 的确会有人这样 这种坏话是捏造的 又为主的缘故 是为主的缘故 这就叫空穴来风 那如果你们拥有好的行为 这些空穴来风的坏话 最后就会不攻自破 好 为什么呢 一方面 因着对基督信仰的厌恶 很多人就会捏谎言来毁谤 因为他讨厌基督信仰 连带讨厌基督徒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也曾经如此被对待过 那这毁谤呢 毁谤就是Catalaleo Catalaleo就是在第二章第十二节 有没有 第二章第十二节说 你们在外邦人中天 应当品性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见察的日子归荣耀与上帝 所以这个第二章的话 到第三章呢 又再一次的强调 好 那么就在和事上 可以叫那污赖你们 在基督有好品性的人 自觉羞愧 最后一个片语 原文只是一个动词单字 叫做羞愧无言 那这个羞愧呢 Katai Shuno 就是持某人蒙羞 或者是耻辱的意思 那事实胜于雄辩 叫那些辱骂你们的 胡乱批评你们 在基督里有良好品性的人 在他们毁谤你们的事上 感到惭愧的无地自容 好 那那个 而最后是哑口无言 如果你自问 没有犯过任何罪行 你是清白的 那么当他 这个人当他经历逼迫的时候 就可以壮胆如雄狮 当对簿公堂的时候 发现有关指控 他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 举报的人就会自觉羞愧了 举报的人就会自觉羞愧了 所以呢 这是彼得 彼得给予我们的一些教导 好 那么第十七节 上帝的旨意 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 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 按着肉体说 他是被致死案的灵性 说他复活了 好 那这个是上帝的旨意 来 那我们就来谈论上帝的旨意 那有时上帝的旨意 是要让基督徒受苦 毕竟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既然受苦是命定的 逃也逃不了 那若一定要受苦 就宁可因为行善而受苦 那将来得到上帝的补偿 胜过因作恶而受苦 自作自受 不仅受苦 而且将来要承担极大的刑罚 那上帝的旨意呢 基本上分为三种 那那个有一种叫永恒的旨意 上帝有一种叫永恒的旨意 指的就是在创造天地以前 他就已经定义 世人因着他儿子的缘故 能够罪得赦免 得着永生 这个可以说是上帝永恒的旨意 那第二个呢 是上帝明显的旨意 明显的旨意就是从旧约到新约 圣经白纸黑字 所写的一切的话语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什么当行 什么不当行 那第三个是上帝未知的旨意 而这未知的旨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唱的那首歌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但我知谁掌管明天 所以我们就怀抱着信心 去接受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 OK 那至于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以后 我们再回来 好 休息 好 休息 稍候 请不吝点赞 婉